111全民运五人质足球团体赛于9月12日至16日登场 赛事于嘉义县无缝科技大学活动中心及县立体育馆举行 今年大会首度纳入五人质足球项目 以男女组别进行赛事 承办单位嘉义县代表队及资格赛前7名 共8队可参加会内赛争取全民运金牌 8强预赛分两组采用分组单淘汰加复活赛制 复活赛以二驻复活赛 最优胜者为分组第二名 各组前二名进行交叉决赛 胜者争冠亚军败者争三四名 各组第三名争五六名 各组第四名争七八名 首日男子组对战第一场由新北市对上平东县 双方火力全开 平东县有三位现役国脚王坤外 谢金城代委任默契配合 在上半场攻下7分 其中11号黄杰单场贡献三次进球 最终以5比9取得首胜 最终以5比2取得首胜者争军败者争军数 最终以5比2取得首胜者争军上 足以5比1取得首胜者争军上 并每首选以5取得首胜者争军上